很勇敢去追夢 真的懂得翻譯 當我下定了決心來讀書 就好像破釜沉舟 首先本身的工作室要完結 真的考了11次IOS過來 我英文是真的很差的 留得一筆錢給家人來讀書 兩年的家用 有些客人就說 你不在香港? 你不在香港插畫師 他找不到我 記得頭一年 每天都看到香港的新聞 廣東話這個語言 開始慢慢被人拆掉的時候 就會很強烈地想 怎樣用香港人的身份去做些什麼 例如學校的功課 關於香港 甚至現在在做的項目 我也是用一個香港人的定位去看這個世界 大家好 我是飛天豬 我是九十後 我來了這裡兩年 我在香港是一個插畫師 我在這裡繼續我的進修過程 去讀這個 Wall College of Art 已經是快畢業的時間了 香港地 存到夠錢 你會做些什麼? 當然是買樓了 個個都說不會跌的 但是有隻傻豬 真是傻了 二十多元 事業剛剛起步 存到一份首期 偏偏就不去買樓 還拿過來英國讀書 人如其名 真是豬 《飛天豬》這個名字 是源自於中學的時候 有個朋友幫我改的花名 去到工作的時候 我就用回這個名字 我覺得是重新去認同自己 或者是相信自己做的事情 我本身在城市大學 讀創意媒體的動畫 畢業就去電影公司做 那時候是 晚上可能十一二點 或者是凌晨 可能早上七點 叫我洗個臉 兩點鐘繼續上班 我的人生是否就是想這樣呢 之後就轉去做一間 multimedia的公司 那時候就開始培養了興趣 我最喜歡畫畫 紀錄個城市 紀錄個點滴 感覺是畫筆 好像是一個毛器 我媽媽就說 她是非常支持我想做些什麼 但是她說 你都記得你辭職之後 定期繼續給家用就可以了 我覺得自己永遠走的路 就是永遠看不到結果 也都聞不到人 就是純粹信 香港人通常做什麼 都是想結果的 有沒有好處 但是有多少人還記得 自己其實喜歡做些什麼呢 TOTO做了三年 我辭職去做一個全職策劃師 去出書去學策劃 例如去到處大學問老師 我可不可以上來試堂 可能大個人第一節 但就走去試堂 要放下本身的自己 可能我身邊的同學已經 由一個Junior變成Senior 但是我在那時辭職 就叫做想做一件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去策劃 出完第一本書 《路電風情話》 很幸運那段時間 都一直有人找我做策劃 租了灣仔庫德樓的工作室 和大館合作大館一百面展覽 但亦給了契機我 我會覺得 策劃師是否只是策劃 那些客人只會叫你 重複做重複的事情 因為他已經看到 你做了這個做得好 你繼續做 來讀書就是很想 停止再發生 找到一條成功的方程式 誰人都想握著它吃過勢 偏偏這隻傻豬 逃離自己的舒適中 燒了自己不釋觸 整三張東西 先到英國王家藝術學院讀書 做大導演Witness Scott 和現代吸塵機師父James Dyson的學妹 真是傻的嗎 那筆錢是對於一般人來說 差不多在香港可以給到首期 這間學校是在藝術院校來說 在英國應該都是最貴的學校 可能比其他學校貴兩三倍 但我都會常常跟人說 就是我會拿那筆錢來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我相信都是投資在自己身上的 我不會覺得是賭錢落海 近這十多年來 你說投資Bitcoin 投資棟樓都聽不少 但投資在自己身上 就像你爸那句床前明月光一樣 已經沒有人說了 我覺得英國的學習是放養式學習的 它是給你足夠空間去試不同的東西 雖然自己比較大 有經驗 但跟他們相處 我不會特別覺得我很成熟 或者他們很細 不會覺得有太大的間落 學校每年都會有個獎項 叫Value Memorial Award 還有120個同學 裡面可能會有一至兩個同學 就叫做入選 我很幸運地贏了這個獎 那一刻成功感會覺得 你看看香港人 可以 贏了就會有一個獎金 資助了我之後那一年 就是我接下來這一年的漁市場的項目 這隻傻豬又要上學又要劍職 還學人搞了個項目 就是去一個即將搬遷的漁市場 用畫筆去寫生 紀錄下裡面的一切 我記得我最初來到 我都會到處去逛逛 學校附近 就看到有一個叫做日本的公園 原來是日本人自己務捐這個公園 星期六日他們就會來 自己清潔自己的公園 你會看到日本本身自己的國民 他怎樣去刪定自己的招牌 這件事會有一點令我想 其實香港是否可以有些形象工程 是類似這樣 令大家多了解香港的文化 是怎樣 2019年10月 我就開始了一個項目 就是在倫敦的 Villing's Gate Fish Market 進行的項目叫做Bartar Archive 每天早上四五點 就要彈起來 我四十分鐘車 然後去到那裡 平時都是這麼早走嗎 差不多 逛不逛 都逛了 很累 但是過到去就會精神 平時怎樣來的 平時要乘地鐵 今天就有你們車 都是站在那裡寫身 觀察 想用我的畫筆 叫做記錄下他們的故事 這樣子的 慢慢的相處過程 然後開始大膽一點 主動一點去問一下他們的故事 就知道原來他們 五年之後就要搬了 整個計劃其實是持續了兩年 大概應該去了八十多天 最初是讓他們看看 我畫成他們怎樣 去到中段已經有少少轉化 就是我用我的作品 去交換他們一些回憶的物件 可能是他們以前在漁市場 踢球贏過的獎 或者是說他是爺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黑白照 甚至乎他們會即將 脫掉工作服給我 你是不可能說一個禮拜時間 或者一個月時間會令到他們信我而給我 所以整個過程 我覺得是大家去共同建立的一個藝術計劃 就不是我自己一個單一的藝術計劃 他們很慨嘆 而且他們說 疫情都阻止不了你 好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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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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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普通的漁市場 飛天柱在這裡 不僅用畫筆建立了友誼 還探索了很多故事 譬如某漁當員工的兒子 原來是電影潛行空間的幕後工作者 還在Oscar獲獎 又譬如這次訪問見不到的Terry Howard 是83-87年間效力車路士的前球員 掛了虛之後都來到漁市場工作 你會很 proud 從他東西下 現在所說的 在訪問期間 突然鐘聲響起 原來是兩星期前 某嶼當員工John 因心臟病發去世 這天余思唱找來John的親人 整個市場為他默哀一分鐘 在香港 假如街市某某因病過身 你可曾見過 全街市會停手 為某某默哀一分鐘呢 如果說我是否跳出了畫紙 其實也是 插畫師都可以有其他的嘗試 或是不一定是畫紙才能表達到想說的內容 你現在做的事是給英國的 有沒有想過將這種紀錄 他人在香港回到香港再做一次 唉 我是一個香港人 其實我是否應該要在香港做這件事呢 不斷有想過這個念頭 而事實上 接下來的計劃 其實都是會在香港再發生 不過未必是會同樣的事 可能會用另一個方式 即使大家在不同的崗位 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市區 但大家其實可以很努力地去做好一些事 而那些事可能是代表了香港人 在這個地方的位置 那大家加油吧 繼續 我要按一下小鈴鐺 感谢观看